杜鹃花的繁殖方法 杜鹃花是一种长绿灌木又名硬山红 杜鹃的繁殖可以用 扦插、架接、压条、分株、播种五种方法 其中扦插应用最广、架接繁殖最复杂 杜鹃花的扦插建议在每年的春末时期进行 此时的气候更有利于植株生根 准备好适宜的盆土 在植株上截取一直生长健壮的枝条 处理好枝条之后即可进行扦插 杜鹃花的架接繁殖操作繁琐 主要是针对扦插不易成活的品种 要选择生长健壮品质优良的品种作为粘木 并截取生长健壮无病害的枝条作为插碎 将粘木的肌部削成器形 插碎底部也削成同样的形状 然后插入粘木当中 用塑料膜包扎之后细心养护 感谢观看 是针匙